谭思郎 好那这是 112年的经济学概论与财政学概论 是财经联赠的 那我就不露脸 反正就是 我只是想要表达的就是我写了什么东西 这一颗我的选择题分数是37.5 这是对考选部对到的 就是20题选择题是错了5题 这一颗应该算是财联的大魔王 就是大家普遍認定的大模仿 因為它的範圍太大了 它一個專業科目塞了兩個東西 那經濟學跟財政學 以補習班的課程來講又是一個 算相對來講偏大的科目 都是要上到三十幾節課這樣 所以說光是這一課 你要準備完整 你可能就要上到六十多節課這樣 六七十節課這樣 那這兩題生論題 第一題應該是偏向財政學的東西 第二題就是我們經濟學的東西 好 那來看看 第一題它說禁諸理論 那先講經濟學我是有念過 106的時候那時候四等考選選則是92分 110的時候 經濟學有去考過一次三等的 是82分 好 那我們就是來看一下題目 第一題它顯禁諸理論 其實我就是 我現在印象中我只記得我有畫圖 那我實際上寫了什麼東西 其實我有點忘記了 那它的圖我是這樣子畫 就是先把橫軸跟縱軸畫出來 然後標示價格跟數量 我禁諸理論這個東西我大致上描述就是說 如果說一開始這個市場是完全競爭嘛 那就是我們用供需去決定它的價格 那我就假設說我們需求先是這一條 然後我們的供給線就是NC 然後我就畫水平的這樣圖會比較好看 然後我們現在均衡點會落在這個點 所決定的數量會在這裡 那價格就是等於NC 完全競爭的話P就等於NC 那這個廠商如果說它想要在我們的市場上變成 它想要轉型它想要轉變成獨佔的話 那獨佔的話就會用NR等於NC去決定我們市場的供需 那如果說我們的需求線是剛剛這一條負寫率的線 那NR就是會在它擷具一半的地方 那就大概是這樣子 這條大概就是NR 那這邊這兩個線段是相等的這樣子 那如果說NR在這裡的話 NR等於NC的話就是這一個點 那我們往上去對應 這個點就是我們如果它變成獨佔之後 那它的P跟Q就是會在這個點決定這樣子 那這時候均衡的價格就會上升 那為什麼它會想要變成獨佔 它想要壟斷市場 那就是因為說它可以把價格賣得更高 然後數量壓得更低 去維護它在市場上的優勢地位 那本來在我們完全競爭下 那這個廠商它是沒有生產者剩餘的 那如果說原來的均衡點是在這裡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的市場是沒有生產者剩餘 那這時候消費者剩餘很大 就是這一整個大三角形都是消費者剩餘 那如果說這個廠商呢 它真的如它所願的去競租了 然後去得到這個市場優勢地位的均衡年王這邊前進之後呢 它就會有生產者剩餘了 就是方形的這一塊 那消費者剩餘就減少了 本來是大三角變成這個小三角 那這個一來一往之後呢 就會產生一塊無謂損失 無謂損失就是這一塊 就是我們原來社會的總福利跟後來社會的總福利 就是相對之下減少了這一塊 所以這一塊就是所謂的無謂損失 那進足理論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這個廠商啊 它會花費一些成本去跟政府遊說 不管是合法的遊說或者是非法的輸送利益之類的 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去制定法律 去捍衛去鞏固它的獨佔地位 好讓它去取得這個利益這樣 那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會犧牲的就是 這個三角形的無謂損失 我不確定這個理論 它好像會講到說 廠商會願意付出多少成本 那我猜測啦 我猜測廠商願意付出的成本最多最多就是 這個方形這一塊 因為這個方形這一塊是 它的這個產業結構改變之後 所讓這個廠商得到的利益 那它為了得到這個利益 它當初願意花費的成本 就是不超過這個利益嘛 所以說這個方形應該就是它願意 願意付出的 最多願意付出這樣 那這一題我就是 我應該是下第一個小標 我就是用文字說明這個理論 然後我第二個小題就是用 左邊就是用圖片去說 我就是畫圖片 然後大概稍微再論述一下 就是我的想法是怎麼這樣 那這一題我大概就是這樣子寫 那應該是 這應該是財政學的東西 可是說真的我覺得 如果你經濟學有念通的話 經濟學其實是有大概提到這個的 所以就算你沒有念財政學 我是覺得應該也是 可以寫得出東西來的 好那我們現在看第二題喔 好這個第二題我當初看到就是 我覺得我有驚訝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我覺得 它就是一個點啦 這個點你只要想通了 這一題應該是寫得出來 我之前110的經濟學高考 那時候升論題50分拿了46分 說真的那一年的經濟學 我是覺得相對簡單 那這個第二題呢 我覺得你不能說它難 但是你要說它簡單 它確實是也不簡單 這一題是非常需要吃你的細心 還有你的數學運算能力 它非常的抽象 它沒有給你實際的數字 就是一堆A加B 然後什麼A減什麼B 什麼Q之類的 然後這邊還提到了 什麼A大於B大於0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好那我們也是把它畫圖畫出來 好那一樣很柔中軸把它飆上去 那其實學過經濟學的人喔 你在過了好幾十年之後 我可能你50歲60歲70歲了 你都一定還會記得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 你看到了這個供需啊 你就會自動有一股衝動 想要把它畫上登號 好那這一題也是這樣 那供需找焦點之後呢 它的Q是小寫 我很不喜歡寫小寫的Q 供需找到焦點之後呢 你把這個Q搬過去 把這個B搬過來 然後這邊是2Q 然後你再來除2之後 就等於 就是它這個供需的均衡點 Q是等於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把供需畫上去喔 需求線沒有疑問的喔 就是一個負寫的線這樣 那供給線呢 我覺得有一個小問題喔 它的供給線是從哪裡射出 它的結局是在P嗎 還是說它從原點射出 還是說它的結局在Q呢 就要看到這個線索喔 它說 A加B大於0 這是一個線索 會決定說我們的供給線要怎麼畫 好那供給線它說囉 是 P等於 B加Q 那這個Q它是說 這個B這個東西 它是說大於0 所以說它是有一個結局存在的 並不是從原點射出 那究竟要從Q軸射出嗎 還是從P這邊射出 那我們可以看到假設說 這個B是一個正整數 正整數 P跟Q的關係是怎麼樣 當你B大於0的時候 當你B大於0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這個等式要維持 P一定是大於Q的 P一定大於Q的 所以說它這個線段喔 每一個點P都會大於Q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它我們推論得出來 它應該是從 P軸有結局的這個點 從這邊出來 那它的斜率呢 它這邊這一題 供給跟需求斜率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是斜率給它畫一樣 那大概可以知道它的供需 是要這樣子畫 那我們剛剛用 從供需找焦點 得到了這個 Q等於A-B除2 那我們可以把 Q先寫下來 那P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它帶入 把這個Q等於2分之 A-B 帶入到 需求或是供給的 隨便一個 那我們就帶入到供給好了 B然後加Q Q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得到說它的均衡就是 A加B除2這樣子 那我們要把Q寫 把P寫過來 這個帶的話 我們就是 因為這個B 跟這個 左邊右邊它的分母不一樣 那我們就把分母都弄成2 那這個B就變成是 2B除2 那分母一樣的話 分子就可以直接做運算 然後就變成這樣子 好 那它第一小題 就是問說 實際成交量 因為它這題 它給了一個 價格的上限 這是一個數學的 概念 A加B除4跟A加B除2 A加B除4 會等於A加B除2的一半 所以說它這個價格 價格上限是在這裡 這是它的價格上限 那我們可以知道 在這個價格之下 我們的供給 是在 只有這樣子少少的量 那我們的需求 是有這麼多的量 就是我們現在狀況是供不應求 那我們 所謂的超額需求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超額需求 那我們還不用算它 我們第一小題 我們要先算 實際的交易量 那這個時候供需不一樣的狀況下 我們市場上的 交易量 就是 有 少的決定 因為供給就這麼多 那變成就是有點像 這麼多的需求 這些 這些有需求的人 我們要去想辦法去買到這樣子 那實際的交易量 就是會在這一個 會在這一個點 這個點是我們實際的交易量 好 那要怎麼求呢 先把我們 價格的上限給它畫出來 價格上限在這裡 我們只要把 P等於A加B除2 帶到這個 供給函數裡面 就可以得到這一個點 那我們的供給是 P等於B加Q 真的不喜歡寫小寫的Q耶 好 那我們把 P等於A加B除2帶進去 那剛寫錯了 這邊是除4 那我們把P等於A加B除4帶進去 然後我們再把 Q放在一邊 然後把B搬過去 那這個就是這一小題的答案 對 我是這樣寫 我不確定是不是正確 那第一小題我就這樣寫 好 那我們再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就剛剛講的 這個綠色線這邊 這一段就是我們 所謂的超額需求 那我們可以先把這個 實際成交量先寫在這裡 好 那我們現在要找到 超額需求 接下來我們還是找一個點 就是這個點 那這個點要怎麼找呢 一樣喔 因為這個點它也是位在 P等於A加B除4的這個線上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改成 把這個P等於 這個東西帶到我們的需求線 好那現在需求線是 P等於A減Q 好那我們把P等於A減Q 好那我們把P等於A加B除4 好 那我們也是一樣把Q挪到一邊 那我們會得到A減 這樣子 好那這個點我們一樣也是把它寫過來 好那接下來我們只要用這個東西去撿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超額需求 那我剛剛講的其實說真的這個是非常需要細心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這邊我突然 我就搞錯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樣相減 好對不對 但我搞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忘了加一個括號 這邊其實叫括號 不然你正負的話會出現錯亂 我少加了這個括號 結果我最後算出來的東西 我就算錯了 我最後算出來的結果是這個 好那是因為我正負號搞反了 所以說我這個應該不是 不是正確的答案 好可惜 那我就覺得因為這種東西其實是 你的過程跟答案都會有分數 那我覺得過程如果OK的話 最後答案你可能出錯的話 一定會扣分 但是我覺得不可能會說 讓你全部的分數都拿不到 好那我這邊我就出了一個小錯誤 就是數學上細心與否的問題 那這一題因為它的公式 其實你一整題算下來 你式子非常的多 而且你要去化解 那我就是有點稍微的 強迫性格發作 我就會一直去思索說我化解有沒有畫錯 但是我一直著重在化解 我反而忽略了這個 這個括號的部分 那第二小題就有點失手了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再來看第三小題 其實說真的這一題經濟學成分不大 不大 我都是在看細心這樣 那第三小題它說Dayway Loss Dayway Loss那你可以知道 Dayway Loss就是 我們的原來的供需線 那還有我們原來的均衡點Q 跟之後的Q 所夾的面積就是我們的Dayway Loss 那這過程當中其實是跟 我們消費者剩餘還有生產者剩餘的增長有關係 但是因為篇幅的關係 我就沒有去講這一塊了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Dayway Loss是這一塊 那基本上這就是一塊的三角形面積 這個點是這一個 那這邊這個是這一個 它的高也知道了 這個三角形的高就是 這兩個東西的差異就是它的高 那我們現在就是用三角形的公式 就可以把它算了出來 那這個東西一開始會長得非常的長 因為它就是一個三角形的面積這樣 那這邊還有一個點要算 就是這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要去計算 那你才知道三角形它的底是多大 然後高的話就是從這邊 然後最後你要再除以2 好那因為 很長耶 我寫過一點好了 這個B我當初考卷上寫的 我寫的很像是6 然後我就一直很緊張說 這一題怎麼會有6 不都是4 分子是4跟 分母是4跟2嗎 那我就自己把自己搞得好緊張 原來是我 B跟6寫得太像了 然後這個是我當初我在考場上算的 然後這一坨東西 最後還要再除以一個2 然後這個化檢的過程就是 就是一個細心 然後那我寫了一大堆 那我最後我化檢 我不知道有沒有畫錯 我沒有畫錯 因為我看補習班還沒有公布這些答案 我化檢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對啊看起來蠻漂亮的 應該是我不知道中間有沒有畫錯 其實當下真的你在有時間的壓力上 本來簡單的東西 你都會覺得 好像一個不小心就會出差錯這樣 好那 政論題我大概這兩題是這樣寫 那之後我看 不知道會拿幾分 那選擇題的部分 其實說真的我會覺得有點可惜 像是我第10題竟然寫錯了 第10題就是總經的一個 算簡單的問題 但是我就是 初心就把它寫錯了 然後後面財政學的部分 第18題 我刪到剩C跟朱袋抉擇 那最後我選錯了 其實說真的這個C選項 我是覺得 這個描述我覺得其實 說真的我覺得沒有算錯啊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C他就是 覺得不正確 我就覺得關鍵是不是在他的 題目有序名說縣性這個東西 那他指的縣性是不是說這個 這個縣是從頭到尾就是等協率的 如果這樣解釋的話好像通得了 好啦那考完之後就不執著了 那 好啦我要去剪影片了 好再見